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另一方面呢 如果特朗普不幸的去见了刚刚去世大法官金斯波哥 那怎么办呢 所以我们想去讲讲这个角度 那可不可以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美国继承的一个顺序 对 所以说在美国宪法里面呢 就对美国总统的继承顺序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美国现任总统他不信 然后我们第一个继承人是副总统兼参议院院长 现在主要是那个彭斯 那第二个继承人是谁呢 我们是众议院院院长就是那个洛佩喜 就是那个女性 第三呢 是参议院临时议长 我们不是特别熟悉 叫格雷斯利 那第四个是谁呢 就是说 那个蓬佩奥 郭伯卿 经常在国际上说很多事情 那第五个是财政部长 国防部长 司法部长 还有对政部长就沿着顺序在内阁里面进行轮替 这就是美国在现场上基本规定的这一块 我们能看到排第三个呢 他是一个综艺长之后 他是一个 他不是参议院的一个多数党领袖 而是参议院主席 这是因为在191887年的时候呢 进行有一些轮替 所以说美国这个顺位呢 他也在不断的变更当中 但现在形成这样一个机制 对对对 那想问你一下 那如果要是说 就是这个总统可能在大选之前 而是不幸出了一些事情的话 那这个共和党候选人应该怎么办 对 所以说如果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那个不幸 那我给你怎么办呢 所以首先呢 有共和党主席组织召开 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然后呢委员会投票选出了新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呢 他们共有我自己是168名委员 50个州和6个领地 各三位 所以这三位委员呢 所拥有的票数呢 与该州在党内初选所拥有的票数呢 加起来 比如说阿拉斯加有28票 如果三位委员的意见不一致 那各28票就是他各为三分之一 所以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呢 这个大概率呢 如果特朗普不幸的话 那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 基本上来说是现任总统彭斯 就是那个副总统 副总统彭斯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上看呢 其实影响不会特别大 因为刚刚我看到了新闻报道 那个副总统彭斯 还有民主党候选人 那个拜登 都是检测为阴性 都没有被改了 想问一下您 就如果说是这个事情 可能发生在大选期间 因为咱们都知道 现在因为选民就是疫情期间 选民都是用一个邮寄的形式去投票 那很多人的票数 其实早就已经邮寄出来了 那可能如果要是在大选期间 正在统计的期间 他如果要不出一点什么事情的话 那本该获胜的那一方 万一要是 那会就不办 那这个就是比较复杂 所以说在川普在任 和在川普在选举 共和党的推选的时候 或者在川普在选举当中 这个投票还没有完成 或者投票结束了 但是这个票还没有点完 那这个问题 就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情况 那这个问题其实还真正 发生过这种情况 是在1872年的时候 那个自由党的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格雷鼎去世了 那这个是比较早的 差不多150年前的时候去世了 这时候那个投票已经结束了 而且选举人都已经选出了 但由于格雷鼎只得了60多票 而另外一个得了286票 所以这一块对选举是没有影响 因为他得票是比较少 那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是获胜的那一方 因为还没有点完票 但投完票了 那那一方总统候选人去世了 那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就好像比较复杂了吧 我找一些资料 就是说根据美国的选举程序 各州的选民选出选举人制度 有选举人选出总统和副总统 那选举人有两党在各州组织决定 一般都是比较忠实党员 选举人 就是党员选什么 选举人他就选什么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 是没有发生过的 所以美国的制度对这一块 也是没有明确的说明 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我们就说 也不希望在总统选举 已经选完以后 还没有点票确定之前 那总统候选人出现意外的话 那这一块是不是要重新再选一次 很可能是每个党在不同的 在提不同候选人 再选一次有可能 那这个其实对整个选举制度 选举是有特别的改变 特别的改变 相当于就是一个 老命伤财的一个事情 然后重头又来过一次 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政府说实话就是 也是政治上面变动比较多 然后各种格局啊什么也比较荒 那咱们谁也不愿意去看到 像这样的事情去发生 对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说 总统已经被选举选出来了 投票已经结束了 已经验出来了 那总统在宣誓之前 不幸去世 那会怎么样呢 那这种情况比较好处理 在1933年的第20宪法 受众案明确规定 如果总统已被选出 但是在宣誓之前呢 不幸去世 由新被选出的副总统 就认总统 就刚刚说 现在特朗普如果不幸的话 那彭斯就认总统 代总统这一块 就是保持了一致 还是顺位继承 顺位继承 但是就是不明确的 就是在总统一选完 票还没点出来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就比较难办了 因为总统 你还不但要继承 然后呢 你又不能再选一次 这个时候 其实就是从来没有遇见过的 概率也是比较小的 对 我们也希望不要遇到这种事情 因为毕竟美国 像是这样总统单选 它其实不仅是美国一家的事 它整个世界都很关注这个事情 如果要是真的出一点什么岔子的话 其实我们也会比较 就是受到一些影响 因为这是一个突发新闻 所以咱们今天也是选择了这个群体 去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那也就开了几个小小的脑洞 去理性的层面上面 我们理论的分析一下 那这个事情到底是 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最终会寻求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法 那您刚刚也介绍了 那还是有很多先例可循的 就是有一些事情 就除非是中间那种 那可能大选中处的问题 那是一个新的一个办法 那前后的两种 咱们都是有办法去解决 那还是好 可以说是松了一口气 那咱们下一期节目 就还是会回归正题 我们会继续讲述一些经济方面的一些话题 那帮我去再跟大家招呼吧 那谢谢大家 下次我们再见 下次我们再见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